本节目由Whitecar视频原创之作 这款比亚利唐二代在外形方面依旧是延续家族式龙岩设计 前脸横杠式进气格扎搭配车头两侧科技感十足的大灯 整体结合的相得一张 进气格扎中间一个蓝色的堂字凸显了这台车不俗的气质 虽然是一台家庭SUV的车型 但是整车线条却没有多余的坠感 值得一提的是该车后窗是黑色的 在搭配黑色的低柱整体营造出了一种悬浮式车顶的感觉 光从外观看的话 该车真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时尚互相柔和的结晶 而在内饰方面 比亚迪唐二代也没有让消费者失望 中控台上配备了14.6英寸超大旋转式液晶显示屏 其功能几乎和平板电脑差不多 为了展现这块显示屏的功能 现场工作人员用显示屏玩起了当下最热门的吃鸡游戏 这么强大的功能和出众的外表 预示着该车在销量上一定能取得不俗的成绩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请不吝点赞订阅